自由广场 坑枪及有用的白痴 王景宏 中国对外宣传刊物中国日报设立石诺工作室 要吸收外籍记者 有人寻找替中共涂脂抹粉的现代版石诺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林裴瑞 泼塌冷水 只指习加班不是在找新石诺 而是在找有用的白痴 内有新疆 香港 财经危机重重 外有西方国家抵制其扩张行为 中共欢庆百年显得很不自在 中国流传唱衰习近平的酸化 一针见血 毛病不改 恶习难除 毛病养成恶习 习家智囊奉承上义 要以表面涂脂抹粉解决本质问题 忙于出口宣传 推销他的体制 突出他无辜受害 更想复制当年被他们利用宣传中共德政 贴近农民和揭发国民党腐败的石诺 Edgar Snow来帮枪 1936年 石诺潜入陕西延安中共地盘 住了5个月 与毛泽东 朱德等高干长谈 一年出版《西行漫迹》 《红星照耀中国》 影响美国人对中共的看法 1970年 毛泽东还利用他传话 北京要与美国修好 促成尼克森破冰之旅 石诺22岁便到中国 据浪漫性格 对中国的认识是一张白纸 有文毕录 是一个有用的白痴 在神秘革命的苏区 石诺很容易受洗脑 让已经被认定腐败的国民党白口莫辩 石诺大书洪曲建文 一系之间报的大名 现在恶习要访毛病 条件却已不同 中共现在的问题是被外界看透 并非石诺时代隔绝的神秘 石诺西行时代 左派共产主义是历史潮流 现在共产主义气属早进 中共压制自由民主是逆流而行 习近平要找到有用的白痴已不易 曾经批孔的中共 滥用孔子盛民设立孔子学院到处搞渗透 结果被看破手脚被迫关门 现在想找新石诺 也只能找到贪财的白痴 作者是资深新闻工作者